你好 欢迎收看8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汝 花莲县府教育处在环境教育中心 隆重举行130学年度的县立中小学 校长布达典礼以及荣退校长环送会 由副县长严新章亲自颁发聘书 感谢退休的校长在教育领域的全新奉献 也期免其他的校长能够在岗位上能呈先起后 延续机优的学习成果 花莲县113年度退休校长包括国府国小校长梅元元 国立国小校长张佩玉 前美国小校长赖建雄 武贺国小校长吴连青 有副县长严新章颁发公在教育 典额给四位隆推的校长 感谢隆推校长的勤劳 将人生的黄金时光贡献给教育事业 走在教育最前端 培育英才 近年来不论在体育音乐才智群媒等多元领域 都有优秀的成绩 从疫情搬到现在 大概今天最困境 今天分析 大家都都是个笑口敞开 可见我们这个未来的职业主人 就是我们的小孩 以后非常的幸福 从各位校长的这个 这个被脸 脸上的这么乖 看起来就是小孩 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你的照顾 附加年新章并前卫49位新任教育 以及许任校长应该颁发庆输 接着校长们一同宣誓就职 并由中文国校校校长 肖美真及民理国校校校长 甘人险代表交接应信 由华林县交易处代理处长 翁淑敏担任兼交人 余会包括华林县议员 附加年华林县议员 金属员吴东森 以及各校校长及家属 一起来管理 记得交易华特朗